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一名坐标美国南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位于尔湾花果山Groove小区新上市的样板房 Pordova的三号户型 四房4.5位 3001 14尺带二楼的loft 加州阳光房 双车库 独栋别墅 这一栋样板房售价为2018001 包含了建筑商的近50万的装修升级 Shea Homes是一个不错的建商 和托尔兄弟一样喜欢建现代偏轻奢感的户型 那么不了解Groove小区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航拍视频链表 先看一下小区的大环境再说 花果山位于尔湾的北部 以及郁郁葱葱的牛油果树著名 花果山有两个景位 铁门社区,Groove小区和Reserve小区 这两个小区先后开发 Groove开发的更早一些 所以绿植社区都更为成熟 目前Groove社区里面有五个新盘在售中 户型大部分是从2500尺到4500尺之间 售价在150万到250万之间 那么有几大不同开发商 比如说Shea Homes Taylor Morrison KB Homes Try Ponte在开发 所剩的空地不多 隔壁的Reserve小区里面也是有很多新房在售 户型相比更小一些 集中在1800尺到2300尺之间 当然啦 也有少数新盘大一点的近3000尺的户型 开发商都为耳腕公司 这两个社区都有社区泳池、会所、各式各样的生活设施 绿植原液 可以说是居住空间非常舒适 两个社区地税大概在1.3到1.5之间 具体要看是哪个盘 物业费都差不多 不到300块钱每个月 学区来说 Reserve社区为尔湾学区 堪称尔湾最好的公立学区之一 小区居民可步行达到小学和北木高中 Groove社区为Testing Testing学区 小学和初中为花果山学校 这个学校是步行可达的 高中为Bakeman高中 评分也是非常优良的 花果山社区的优点是 有铁门、安全性高、学区好、房子新、保值、增值潜力好 另外环境绿化多、生活空间舒适 无论是育儿、养老、度假还是投资 花果山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买一样板房的好处就是 你知道自己买的成品屋、交屋状况如何 你也不用自己再费心思去设计装修 那这个社区的二号样板房已经售出了 另外还有一个四号样板房 售价在2024,080 也包含了近30万的装修升级 我的频道早期有拍过这个户型 小伙伴感兴趣可以私聊我索取更详细的信息 近期耳湾还有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消息 就是All American历青厂的消息 历青厂离花果山小区近吗 历青厂离Reserve更近一些 搁了一座山 离Grove稍远一点 搁了两座山 那耳湾公司东木小区开盘的时候 很多耳湾居民都跑去游行抗议历青厂的存在 结果如何呢 10月16日 耳湾政府召开了非匿名投票 驳回历青厂营业执照 随即开始了调查 11月17日 耳湾政府与南海空气管理局 合作调查历青厂存在的问题 12月2日起 空气管理局每隔6天都会提取历青厂排气样本 观察是否超标 那这个案子还在一直调查中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那说回到这个样板房 3000尺的四房户型 在耳湾呢属于比较刚需的户型 既好转租也好转卖 花果山社区生活和交通都很方便 几分钟车程呢便到了购物中心 饭店高速公路等 那耳湾呢有不少华人超市和韩国超市 比如说九九大华和Zine Market等 餐饮方面呢也是应有尽有 疫情期间呢还开放了很多外卖送美食上门 生活真的是很方便了 另外呢耳湾的商圈也比较发达 还有著名的四校 南加州大学耳湾分校呢也坐落于南耳湾 耳湾虽然不领海 可是开去最近的海滨城市呢仅15到20分钟车程 耳湾的气候呢一年四季也是非常宜人的 那么耳湾优质的城市规划 良好的学区生活环境 高潜力的商务业和就业机会都吸引着新老移民定居如此 那么随着2020年低利率带来的房地产热潮 耳湾的钢需房户型需求呢更是只增不减 不少地方呢都出现了加价的现象 所以呢纵观未来几年 相信耳湾的房地产会有不错的发展和走向 那么定心房的话呢需要什么材料 首先呢我们需要您的ID 如果您是现金买家 我们需要您在美国的资金证明 如果您是贷款买家 我们需要您的资金证明以及贷款审批 那如果您有问题准备这些资料的话 欢迎联系我 我来帮您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帮您准备资料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是新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您是老朋友 感谢您的再次收看和对我频道的支持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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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